好了,看比赛了,不扯了 这盘是Zest对Sero 看Zest今天怎么来跟Sero打 这两个也算是老对手呢 你来看王者归来能不能打出一些新的东西 不是,现在如果连王者归来都输给Sero的话 那就没有神族了 在这个比赛中,只有王者归来是战胜了重组的 你要知道,只有王者归来能够赢重组 他赢了Dark,赢了雷诺,再赢王哥纳洛克 这一场如果他再拿下Sero,最后再拿下Lambo 他就是你们PVD之王 还是VS开 不过他现在他们那首,那首那个叫什么 就抱先知可以其实可以破这个走女王呢 就前期走女王是可以破的 对,完全可以破 不过那话说回来 Zest肯定是走VS科技的 这个波5里面他至少要走个三团VS科技 这不过分吧 我要赢芬兰仔还是很难的 他ZV,他这个ZVP太厉害了 真的太厉害了,他ZVP 不吹不黑 你什么情况 我在看我这个上面这个按钮有啥用 别按了,按一下我这边就 我在看那个耳机上的按钮 我才要点按了 好了,还是走了一个 虚空,虚空皆先知 ZVP之神 不知道,ZVP的确,Sero应该是最厉害的 没错 他比Duck这个ZVP还要稳 稳得多而且 他水的那种慢悠悠的给你打 打中后期,他打得过你 今天晚上孙哥可能要跟你们展示一下双手造兵 大家 等比赛结束再说吧 对,比赛结束了 孙哥会展示一下 大家可以准备好录像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神迹 这种东西一般不轻易展示的 而且摄像头,射手 这种就是职业学生的秘密 一般不会暴露的 全世界只有两个人会 一个是孙哥,一个是他师父赵云 双手造兵 对,这个就很像武林中的独孤九剑一样 只有风轻扬和令狐冲才会 没有,你妈的 独孤九剑是独孤仇拜创出来的 对啊 一个时代只会,他们两个那就算 对啊,现在这个时代不就只有你和你师父会吗 一样的 他会个卵,他怎么早就忘光了 他会的,他现在在打心机 你说不定你还打不过他 你在搞笑,你让他来 我下次叫他 让他来 把他那么随机干他,我靠 那我必须要组织一场你跟你师父的对战呢 不,你让他来嘛 那我给他留个言好不好 你还留言 我给他留个言 我跟他留个言 我说,我说九剑想找你这个 逼退 转风,他这个是转风王直接抬女王 然后直接打一波的 两个 这加有点加不上来啊 这波有可能要把塞都戳爆啊 防空回来 我给你师父留个言 我说九尾想找你打心机 你就说九尾想干他 你妈什么叫找他打心机 哈哈,我那留言呢 你妈,你这种欺世灭祖的狗屁 哈,毛,老师欺世灭祖 妈的,这个你妈的,我们门派下的叛徒 老师,他敢来老师要清理门户 我第一次听说你妈的徒弟要清理师父 妈的,清理门户,你妈的 干嘛,你妈的正所谓 你妈的正习不两立,大义灭亲 我靠 你们是双手流吗 双手流,干嘛 你们双手流就你们两个啊,我靠 你不要管 凤凰搞一波,然后直接转航母 这个打法 Zero是女皇不停反正 女王一直不停 Zero的刺者不是这种打一波的 Zero应该就是出点刺者防守 然后还是慢慢的转三本 明显大家可以看出 Zero的这套YES的这种打法 他打一波吗 爸,你师父跑路了 他说再喝酒 没事吧 他说打基尔十几年都没碰过心计了 还给你打个毛 以后就别跳 妈个鸡 好了,直接是走一波 女王带刺蛇走一波 刚好走到这个timing 看自爆球了 看自爆球 一个能炸多少东西 一个过去 刺蛇 爆炸爆炸 这波炸了,但是可以拖 现在Zest可以拖 他小飞机尽量别出来 现在就小飞机尽量别出来 先续一波 5gm 5gm了 对,他要等后面第二波 航母送一个 航母怎么走位 怎么走位了 还好 没有送 拉一下 疯狂空一下 守住了 还有自爆球 守住了 刚才那下刺蛇 至少死了10个刺蛇 打不进去了 就绝对打不进去了 这波 这波绝对打不进去了 这个航母态度了 我觉得Sero没了 Sero没了 这把 这个自爆球太关键了 这一下 这航母也逃走了 这残血航母 真的是 如果不是这个自爆球 刚才炸到了一波刺蛇的话 可能就打穿了 对 这太关键了 这炸的一下 还是要顶 但是后面有电池 有地宝 我就顶不进去了 航母马上 马上航母就起来了 我就要看 你妈 这个局面 Sero怎么办 反正我打了这个局面 我肯定是机器了 没有什么悬念的 I mean I'll give me I actually did think that Sero was just going to be dead here Harm 慢慢虽然蓄起来之后 你这个刺蛇 是完全打不过的 戴自爆球的这种不对 来看怎么搬 我觉得这个搬不了 我打不到这个局面 我是打不到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 我就已经退了 我打不进去我就退了 我觉得我赢不了 没有机会 我就觉得别人A过来 我的刺蛇就跟水一样融化 是个虫族都应该 都应该积极的这个局面 对啊 我就想看他怎么搬 我觉得在我的理论里面 应该是搬不回来的 这个随便打了 那Sero里做了什么 也没做什么 他就一直在抱刺蛇狗毒 他凭什么打得回来 打不回来 你刺蛇凭什么打得过航腹 那么凭什么 积极了 一样的 这我经常这样A过去 A不过去 A不进去我就退了 我也没想过后面运营的事情 这A不过去就退了 刺蛇在六个航母之后 简直就是水 而且地面还有部队的情况下 还有承识什么自爆球这种 那刺蛇更加没法输出了 刺蛇是一个相对来说 就是血量非常少的一个部队 所以他只要一倍晋升就不行 PBZ之神 你们又开始吹起来了 他还没赢呢 赢了你们再吹好不好 就算赢了他未必打得过Lambo 看你们又去挂了 看你们这个生产株你们还能挂满呀 我感觉他能挂满 我告诉你们 虽然说Z赢了一盘 但我觉得Z赢今天还是要输 刚才只是说 刺蛇狗毒霸打了一波 刺蛇狗毒霸走女王走了一波 这个战术其实不太容易打进去的 因为刺蛇跟女王这两个兵种 其实是有一些 有一些重叠的在功能上 对吧 他是用女王 比如说我跟大家说 他是用女王来做肉嘛 其实是在下面 然后他真正亲地面的是用 赌豹来亲地面 他这个组合 然后刺蛇跟女王都是对空用的 然后反而其实这个兵种里面 你的女王到底是有啥意义呢 就是在里面 就是补充一下对空而已 仅此而已 就是在功能上有一些重叠 所以一般来说 很少有刺蛇 就走女王 然后带刺蛇狗毒霸的 这个是非常少的 一般走女王 就是女王很多 然后走蟑螂 走蟑螂 走火蟑螂 对吧 火蟑螂补充对空 然后刺蛇 而用女王来对小飞机 然后用下面的蟑螂亲地面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一个组合会比较合理一点 女王是肉 我知道女王是肉 但是实际上你女王的这个肉的程度 并没有让你在地面有那么强的一个能力 你地面没输出 你地面除了毒爆这个输出还有什么输出吗 没有输出了 其实刚才 你都是默认打小飞机的 第一个自爆球炸了很多刺蛇 最后那一波 就是那波刺蛇被炸穿了 以下炸了十个刺蛇左右 这一波炸完 如果不是那波的话是有机会的 这波刺蛇不打的话 小飞机站不住 就是他的航母小飞机打完 可能就冲死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 开始我一直以为 他是要去炸这个女王的 因为一般来说 炸刺蛇没那么容易炸得到 没错 这个进攻里面 就是刺蛇包括 为什么大家发现刺蛇这个兵种 就是为什么打不过 比如说天空带地面 特别是有航母有虚空 然后带一些提速差在下面的时候 因为刺蛇这样的兵种 他都是默认先打对空 先打小飞机什么的 对 他的输出全部在这上面去了 然后下面被那些叉子 你把打的妈妈都不认识了 你地面一定要站得住 所以要配一些 能够在地面有输出的兵种 比如说蟑螂 这些不能对空的 他可以把地面清光 清光的时候 其实纯天空并不是那么可怕 但是这样的立体进攻 就特别可怕 这样的肯定还是VS的科技 因为他的这个 所有的套路 现在都是以VS为主 无论怎么打 就算走地面 他也是VS三先知的打法 出那个追猎来防防你的侦查 好 家里面还是VS 那他出追猎的话 有可能是 这盘是要走地面的 就直接VS的科技 是出先知的 应该 不然的话 应该是不需要出追猎的 稍微勾一下 谢谢球老先来 哎呦 能够第一先跑 JQ考研不过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 他下来就要封侦查的 反正 但是很多的虫族 看到这个追猎的话 会判断成是VC的开局 嗯 对 但这个时候就要看 还是走一波先知 他反过来下了 这个很有 先知VC了 这个是直接转地面的 反正Zest其实是在现在PVD里面 算打得比较腰的一个 因为他什么都做 他不是一个VS走固定套路的选手 他是VS里面做很多欺骗 一会儿走地面 一会儿走天空 他就算是VS 他也有些细节 跟走VS 对 跟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他这个PVZ 跟其他人 有些不一样的 就是现在的PVZ 一定要打得多遍 因为你如果是打的 就是一成不变的那种 就老老实实打 其实别人 怎么都能针对到你 因为虫族有一点 你后期打不过 你神 你神族到后期打不过 那别人只要拖后期就行了 就看Zero这边 这边有没有意识到 试图 他应该是有这个意识 所以第一时间放了蟑螂潮 四分半中放的 不一定挡得住 这个四分半中放 有点晚 Zero第一波已经开始压了 但这波看起来不像是报使徒 这波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使徒压制 然后转先知 先知配合 但是只有一个先知 Zero会不会觉得不对 不对 看他按不按蟑螂 如果按蟑螂 他就是知道这个一波了 看他按不按 不按的话很危险 Zero是藏 藏那个使徒的 第二次侦查 按了五个蟑螂 Zero是应该有这个意识 这五个蟑螂太救命了 如果是按农民Zero就死了 按蟑螂也未必守得住 有女王在前面顶着 再往里飞 因为狗不够啊 这个打法 但是现在有一点啊 就是不管 不管Zero怎么压啊 不管怎么压 最后他要面对的是一波走女王 好 上面做了个细节 哎呦 这个细节已经很少见了 在现在的对抗里面 就是直接把这个路口封住 这样的话 使徒还是飞到了 还飞到一些 但还好 Zero过一会儿要面对的是一波 走女王带蟑螂火蟑螂的这个战术 看他怎么防 Zero转了一个天空 他三VS出虚空 这不一定挡得住啊 挡不住 这挡不住 你没有钱来出虚空啊 现在 我觉得挡不住啊 他这样的话 他过一会儿马上要面对走女王了 首先三GD肯定是要放 这个是没有悬念的 对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Zest现在要用使徒换家 但使徒现在换不动 被抓了呀 被抓了 他其实他最最好的办法是使徒在外面换家 然后家里面放弃三矿手 没了 这波抓完连换家的机会都没了 而且Zero一直在做了一个细节 这死了呀 他为什么会去转天空的 这个 他的打法就是转天空的打法 这怎么打得过吗 那挡不住的呀 这种反打走女王一波 我看到 就看到很多盘都被这样走死 你飘使徒 你必然要面对这个反打一波的 必然 你已经死了 自爆球来不及呀 哪有那么快自爆球吗 他其实应该第一时间就转那个的 而且地图又那么近 第一时间就转自爆球 其实是来得及的 但因为第一时间他转自爆球会好很多呀 这个效果 这个是这样的 Zero在第一波飘使徒 没有打到那么多情况下 而且看到三矿没有什么浓命的情况下 他就应该防一波了 他并不应该去下三个VS 下三个VS必然是挡不住的 这波 这里 他疯狂在挂东西 这个狗逼 他每年都挂的呀 这个就是给他 应该是给他订阅的观众吧 就订阅的观众应该是 他现在已经有三千个 三千个观众了 有点高了 还是有点高的 对呀 VERDI现在是退取新机的第一大主播 然后CRUNK因为播新机的关系 现在有一千一百个 对呀 真的挺假的 退取为什么没有这种弹幕的文化吗 黄哥 国外的视频都没有弹幕文化 对呀 三千个在退取已经很多了 英文怎么弹 一样点英文有什么怎么弹的嘛 就发出来 就一排过来就结束了 英文为什么不能弹幕嘛 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的嘛 英文 英文无法简念的表达意思 就很难 这个不知道 这个我这个不知道 这个弹幕文化 应该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吧 就是日本当时有这种 对呀 就这个什么 Niko 最开始不是 最开始不是 应该是A战的嘛 最开始 就国内要说 不不不 就是那个Niko Niko 就是那个日本的一个 一个一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种弹幕文化 然后然后 然后开始 后来 后来就很多人就喜欢这种东西 就搞到国内了嘛 老外现在还没有 没有这个 就是英文没有弹幕文化 这个说法的 他们都是在Twitch右边的 这个聊 聊天室在搞这个东西 他们是不是可能觉得 上面那个弹幕飞着 看比赛就看得不清楚嘛 还不如在旁边聊天室看 所以Twitch从来没有做过弹幕 对吧 还是一个正常的鲁双 鲁外面 反正还是VS开 他们说英文 从左边飘到右边 一句话还没说完 那他们有他们的方式 不是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长的 你就按两段 还是三段 对不对 太长了 一段就 从左边飘到右边 这句话还没说完 但我只知道专业英语是非常长的 因为以前我读大学学制药的嘛 那个时候有一门课就是专业英语 哎呀 那个单词 我觉得26个字母 你妈都不够写 你知道那个单词吗 你妈就拿给你抄 都可能抄错 真的26个字母 他妈的就都写不完 太长了 我人都傻了 我妈的真的是 考试让你抄 就拿书给你抄 你都可能抄错 简直他妈下 恐怖那个专业英语 我都不知道怎么背得下来 你背不下来 不代表别人背不下来 这妈总有人能背下来的 他那个肯定是有规律的 但是我觉得妈的 就把这个单词拆开 我也记不住 我们这边就有 肯定有很多人 肯定有人学的呀 这个 哎 孙哥我就这样跟你说 一个单词 他妈估计有 有30个字母 你能不能背 不能 这你妈 我的我的记忆力 不允许我 起30个单词 30个单词 不是 30个字母 你妈的 一个一个单词 我都把人都傻了 这盘还是一样 先 先过来开三框 虚空还是把三框先开起来 然后现在就搞事 Zero的ZVP打的还是属于这种 就是中规中规的 还是要走天空 Zero的这盘又走了一个 一攻天空的打法 虚空 那还是虚空 他这盘应该是 就跟第一盘一样的 虚空 然后走完之后 直接还是选择出航母 别打英语了 英语我们这个频道虽然都是高手你们 但是不要打了 主播是闻吧 不要闻点主播 好了 两VS 一攻虚空 转V2 转自爆球 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两VS开局 但Zero其实并不怕这么打 他主要是可以打后期 他并不怕 会不会走他这个绝招 就是两VS 然后两攻大核 两攻航母 Zero的这个打法 他的中期是很猛的 特别憋出来以后 他现在就怕你走女王 先比较出来 第一时间把自爆球先捅出来 那是吗 我知道他中期很猛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后期 他的后期 他这个Zero不怕打后期 后期后期在说呀 还是一样的 就就是自爆球 然后航母 跟第一盘一模一样 差不多七分钟 然后把自爆点下去 Zero最喜欢打后期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一直以来 他的这个打法在欧洲 都是打后期的 但打到大后期呢 神族的确挺难打的 对他不怕打大后期 这个就是他ZVP厉害的地方 对 就你这个大后期 你出了你就算黄金舰队 什么都成型的 Zero就给你打那个 就是双AOE 然后对吧 定家步 然后给你打大龙感染 他也不怕你 所以他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我现在我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大龙感染 然后腐化 带飞蛇 这个双AOE操作 就单双AOE操作 不是那么困难 但是呢 就是说你在打的同时 你还能配一波兵出去 拆限制神族的经济 然后最后难的是什么 在打的时候 你要甩那个大龙 就甩一波往回退 然后你开始定家步 然后继续退 然后用腐化打 就这一波操作的层次感 是很难的 还要抽兵出去 抽一波去限制神族的经济 这个是比较难的 这个是对很多 虫族选手来说 这个是掌握不好的 但是Cero这一项 掌握得非常厉害 就你看着 就打到这个局面 Cero他过一会儿 他会抽兵出去拆矿 就这一点分兵 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为什么 对虫族选手来说很难 你分多了 你分多了 你对面卡不住 我告诉你 这个分兵不难 真的不难 因为对于Cero来说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这么 这个叫大局观应该是 对他来说不来 我说对 其他重选手来说很难 就是你分 你分多了 你打不过 你分少了又不行 你只要判断 对方的这个航母的舰队 在哪个方向 你就可以去 打另外一个方向 但你正面扛不住 我说的是你分多了 你正面扛不住 就是这个兵的配比 配多少 到底是配多少 这个很难 正面只能依靠这种防空 这种静态防御 然后慢慢地跟它消耗 但你正面还是 你先拆完或者你觉得 挡不住 你就只能回来 你还是很容易被捅穿 正面 如果不难的话 为什么其他重途 分不出来呢 感谢球代我的事业 不顺心的一个火箭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 可以啊 这把两个自爆球 结束了之后 那基本上就可以站在 这个屋给你站路了 这打不进去啊 这个皇 这个皇屋在那里顶着 航母一点用都没有 完了 这把女王太猛了 这波Zest想 想打个一根 想打个timing 结果过去 输了 输了 其实我觉得这波Zest 看到了别人喷黄屋 就可以走了 他应该换个地方再打 对啊 Cero是没有反打能力的 你觉得Cero有反打能力 没有反打能力啊 他这个部队 他这个部队 那么多女王哪来的反打能力 你们大家打超大后期 因为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对于Cero来说 他不是打 就进攻的时间点 他还是防守的时间点 不一样的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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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有皇屋的情况下 还要去强通 这个就是 就是Zest的问题了 不 你错了 是Cero打得好 这你嘛 哎 牛牛 牛牛哥哥 你怎么又回来了 牛牛哥哥 我们26号来 牛牛哥哥 我手机坏了 我靠 手机坏坏坏 手机给献祭了 对了 对了 我们26号来 牛牛哥哥 你来 牛牛哥哥 26号来 不是 你到时候会不会 骂着什么 哎呦 我真的挺忙的 骂着要陪家人 家人重要重要 哎呀 当时跟你们不熟 现在比较熟 放心 跑不了 是吗 哎呦 不你错了 放心 牛牛哥 26号你不会去陪女朋友吧 我没有女朋友 你给我找俩 我就怕你26号突然多出了个女朋友 你说这种话就没意义了 我就问你 牛牛哥哥 吃什么你先告诉我 是不是老木 那个不好吃 我带你们去吃一家新的 哈哈哈哈 不是 那家餐厅现在真不行 不好吃是吧 那家现在不好吃了 那大董好不好吃 大董还行 那带你们吃大董 那你想带我们吃什么呢 对你先坐一下 反正我放心 就吃过的都说好 那个谁还老去吃呢 那个说像是那个孙岳 还老去那吃 放心 给你们挑个好地方 吃什么的 只要跟我们说一声吧 我靠 那你宾馆 我请你喝你 我请你喝你 不要管你 你要吃什么 还有一件事情 牛牛哥哥 一个礼拜后 15号那天 记得来解说战队赛 战队赛 我打比赛 我打NV 我怎么解说 你打个忙 你14号打 我帮你看 不是 我那两天是 那个Dreamhide和预选 我来不了 Dreamhide和阿瑟 趁着是预选 不是 你第一天就被淘汰了 你不就可以来 你能不能胖我点好呀 我告诉你 你们再这样 我来北京 我请你们去吃田老师 一人一个盒饭 再加两十块钱关东煮 给你们搞定 豆汁 草干 豆汁 他都不会喝 你们说个忙 他会喝个蛋 他会喝 那些东西我们都不喝了 谁喝那玩意儿吗 那你爸喝不喝 我爸也不喝呀 你爸是不是北京人啊 豆汁都不喝 不是那玩意儿就很少有人 虽然说他是北京特色 但真的喝的人不多 就要你们爷爷这杯才喝 是吧 是这样说吧 说实话 那玩意儿我都没见过 我奶喝我 我就真的没见过 别人喝 不是草干是不是 就是草猪干嘛 你要是想吃 可以带你去吃 不是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我不想吃 你告诉我是不是 这个是 现在还有回应吗 没有回应了吧 应该没了 没了 没了 那玩意儿就是 怎么说呢 差不多吧 反正 老北京的东西 要么就现在 比较合你们口 要么就烤鸭 要么就是那个 铜锅涮肉 铜锅涮肉 就你妈 到了 到那天就跟你走 好不好 哎你跟我走 放心 我开车去接你们 你们在哪个大学吗 顺便把 那个北京科技大学 对 顺便把 把你女朋友 那个也叫 我没有女朋友 你在套我话吗 我真没有女朋友 不 还有两个礼拜呢 你现在可以在你们 直播间里帮我找点 我都不建议 有啊 有妹子喜欢你的呀 那个论坛 那个可爱的大母马 就很喜欢你 哎呀 你们能不能多一点吧 一个不够呀 这个渣男 一个还不够 哎呀 真心就会白给 我们要活得潇洒一点 赛肉感觉 决赛自为自己的 这Lambo好厉害 我看他就马上 感谢老门框 暴赌帅肉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啊 他在给他们打广告吗 你说的没错呀 哎 兄弟可以 要不就去你那个吧 不去大栋了 你那个特色 这个我们在上海也吃过 这兄弟带我们吃过的 不过这个还可 还可以他们那个门丁肉饼 门丁肉饼 我前一阵 前一阵还去 他们那个北京有个叫什么 九十九顶毡房那里吃过 吃烤全羊的 很不错 那个那个叫什么 门丁肉饼 很好吃 是门丁肉饼 对的 听说你桌球打来可以啊 门丁 北京奥杀利文 要加耳化音 不加不加 就是门丁肉饼 那什么什么时候 要加耳化音 什么时候不加呢 就比如我们说明天 对不对 明儿天 不是说明天吗 对不对 不是 我们就说明儿 明儿 明儿 今儿对吧 今儿 今儿 今儿你妈去 就是你今天干嘛去 这种就是今天的意思 这种地道的北京口音 明儿 但我们也很少这么说 说实话 就正常 我们也就正常不说 那你会说鸭吗 抽你鸭的 一般生气才会这样 一般不会的 那有些北京人就是 有没有北京人喜欢说傻叉 没吧 没有 北京人的这种发音还是蛮有意义的 牛子哥怎么说 牛子哥 不会 牛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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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太刻意了 就不太行 牛子哥 牛子哥 上来又没飘到 哎呀 仙芝也死了 这是Mother Zest 摩得辣 这个走VS就打不赢 明天你卖决赛 决赛 你卖ZVZ 我靠 牛子哥 你这个比赛你好像小比赛也打了吗 你怎么被淘汰的 哎呀 我被淘汰了呀 我被Rock and Alka干了呀 那天 就那天 那天就定我 定我鬼兵那个 不就那天的事吗 把我鬼兵给定了 这感觉在 你不经常被定吗 是以前 以前打什么 这个门丁肉饼 门丁肉饼的兄弟说 他有一个更好吃的 北京烤牙点 在王府井 看起来不错 反正我就跟着 牛子哥 反正到时候你们跟着我走就好吧 好吧 你们期间结束嘛 到时候 应该不是很晚 他们就一场决赛啊 就一场决赛 对 他们高校赛又不是说那个 高校赛又不是全部都是新机 他们有其他项目的 我们新机搞完就走了 你要不要上来打张表演赛吗 我会不会安排一下 跟冠军 我就直接去学校门口等你们 我就去学校门口等你们 其实我可以去科技大学里边转一张 我再去图书馆里边 寻摸寻摸女同学 真的 你到现场 说不定还有点女同学 对对 这要是真的 这要是真的 要不要帮你安排一下表演赛吗 你跟他打个波山 我喜欢安静一点的女同学 我去图书馆了 我不去现场了 我去图书馆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待会儿 待会儿 你不然你别走 我待会儿 我跟你交流一盘 桌球 交流一盘 我跟黄哥打有来有可能 你们先解说 OK 你们先解说 PBZ也看不懂 好了 这篇又是走航母自爆球 其实Zest真的没有必要打得那么的狠 就是第一波 慢慢打 而且Cero Cero来打你这个 就是打你这个组合 其实他有很多种办法 未必说一定要报女王 当然女王也一定要报 他可以现在选择出腐化也可以 我怎么感觉 Cero要走女王了 就只有太多办法 他走女王一波了 走女王在按摩腐化 没错的呀 我觉得挡不住啊 他出航母 真挡不住啊 看 看自爆球 看自爆球 他不骗 不骗你啊 真挡不住啊 出航母 真挡不住 Cero这波走过来 他妈这四块也开得太 你妈嚣张了 我靠 快坐电池啊 这真挡不住 我决赛不想看ZVZ啊 这绝必ZVZ 你不用想了 我这么不想看呀 我想看Zest的银 啊 飞龙 啊 那飞龙出飞龙的话 是有机会啊 啊 怎么会转飞龙的 他怎么转飞龙 他怎么转飞龙 他怎么转12个浮化呢 你波打死了 我靠 这波飞龙按过去 对方航母耶 不怕飞龙的 航母不按飞龙 完全不怕 Cero脑抽了吗 怎么会转飞龙的 航母打飞龙很快 他 他 他如果是按飞龙 一波A过去就赢了 对 你想 如果想好了 你是 你是 你妈呀走女王 你就应该按飞龙 其实 对啊 我没看懂他 这波飞龙是什么意思 虽然机动性上 可能有些优势 但飞龙是绝对 打不过航母的 这波Zest有点懵 我靠 怎么是飞龙 有点懵 有点懵 好事 好事 但是心里面再一想 总比腐化好 Zest 这个Cero也傻了 你妈的 这航母耶 哥 你不打飞龙很快的 现在只有 只能说机动性 但是有两个防空 杀了16个农民 看起来很美 但是 你飞龙浪费了呀 你往前走过来 好像被炸了 被炸了一下 被炸了一下 Zest是空头 两个自爆球 白花 真的是白花 你中间有一波 你可能挡不住 你气不够 Zero 所以Zero也没打上走女王 因为他照走女王 也走不进去 现在就开始防守了 我慢慢打了 打后期了呀 插防 主要还是有自爆球 自爆球 太克女王了 两个自爆球 没看懂啊 没看懂啊 刚才的下 而且Zero是转地面的 他插球 从族又不缺钱 你妈的 这种话说的 我靠 或许你说的也没什么错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从族实际上有点缺钱 把追上来 我急啊 我不急啊 我想Zero赢了 我决赛想看PVZ 我现在老子没有 我没有资格当神主玩家 老子现在是个人主玩家 你妈的 神主的神主谁赢 你昨天是不是被打来退足了 打开除神级 老子被退足了 对的 没错 老子被开除了 你妈的神级 你昨天到底干了什么 被打来开除的神级 老子妈的 就直接在最后一把 妈的 本来我赢了一盘 然后也赢了两盘 最后一把 那个狗逼你妈的 五分钟 女王已经到我脸上了 五分钟啊 我靠 就五分钟走女王 带狗 独抱是吧 对啊 老子妈的 人都傻了好吗 五分钟啊 感谢兄弟 我事业不顺心的一个火箭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的火箭 但这个地面 其实不是很好走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 他的这个女王 做肉的时候 你叉子是打不动的 只能分兵 利用激动性 这没用 这个你自保兴 你一定要再一个点上 他已经分叉出去了 他已经分叉出去了 换人口去 其实真正厉害的 我跟你说实话 真正厉害 就是这波防空 防空这个静态防御 太关键了 这波换的还可以啊 换到蟑螂了 这波他换到不少蟑螂 但没换到蟑螂 有点可惜 你现在一定要换带气的 你就只能炸一波 你就炸一波把这个 好啊 黄雾里面炸 没必要打了吧 你拉了个黄雾是吧 往里面炸一下 再炸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炸啊 再炸啊 什么呢 你喷黄雾 我就往里炸 就气不够啊 他现在 现在 这个 没事下面有差 不能打吧 有很多很多差 他其实现在天空是全部 天空就迈在这里 他不要了 他就地面打穿 他要的是地面打穿 自暴雾能不能炸吗 再炸一下 但没什么白球了 只有一些差呀 外面 幸好还刷了一波 不行不行 他自暴雾没打好 这波有什么用啊 他没打好 这都没打进去 他运了一千多块钱 他怎么打得进去吗 他怎么运那么多钱啊 他运了一千多 那等于别人 等于是别人的 那个叫做什么 等于是别人 那个飞龙的钱 他全部运在 那个人口里面 运钱运太多了 这一波没打进去 他还打毛啊 他全送了 已经完了 他其实转成地面的思路 倒没什么问题 但不知道为什么 存了那么多钱 但凡是把这点钱 花出去 Sero就死了 现在又去转天空的 我现在转天空来不及了 这腐坏已经制空了 这盘输的真的是不应该 Sero出飞龙 其实已经给了他很大的机会了 不是B级兵有没有用啊 你存了一千 一千五一千五 你能赢 那么这才不应该呢 这不知道他怎么存下来的 刚才 输了 三路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只能说有差距 这个打得有差距来是 从实力上来说的话 对于是要更胜一筹